在最为人们所熟悉的 阿加沙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 尼罗河上的惨案 阳光下的罪恶中 为什么美丽而又富有的贵族小姐 总是成为被谋害的对象 面对棘手的犯罪事件 大侦探波罗又如何展开步步推理 告诫人们生活中的弱点 向神探借智慧之优越 可能意味着危险 正在播出 敬请收看 哇 世界都聚到一块了 原来是必胜科四海博兰披萨 一个披萨四种美味 一是罗勒肥美大虾 美式烧烤香肠 起源自南非的鸵鸟肉 还有公报鸡丁 欧美非中 全到其二 还有更多各国美食 不出国门 吃变世界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在三亚 三千亩热带园林市校园 三十万平方米现代化校舍 共许全国万名优秀学子 正坚定地向着与国际接轨的 现代大学制度前进 本栏目由海南大学三亚学院冠名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 阿加莎克里斯蒂 提到福尔摩斯 大家都知道 提到波罗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要提到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 则未必人人都知道 提到波罗的作者 阿加莎克里斯蒂 也未必人人都知道 其实这就是小说家的成功 什么叫成功的小说家 就是一个小说家 他一旦成功了 他塑造那个人物的知名度 要比他本人还大 阿加莎克里斯蒂 生于1890年 死于1976年 他一生写过80部侦探小说 有英文版的发行量 就达10亿册 影响非常之大 非常之广 阿加莎克里斯蒂 笔下 不是只有一个侦探 但是最著名的侦探 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 这个波罗 提到波罗 大家应该 在电影上见过这个人 尼罗河残案上 那个胖老头 留着小胡子 比利时侦探 阳光下的罪恶 又是这个胖老头 这个留着小胡子的 比利时侦探 这个波罗 在尼罗河残案中 在阳光下的罪恶中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 在ABC谋杀案中 在一系列谋杀案中 表现得非常聪明 非常机智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说 他怎么就这么了不起 他怎么就这么优秀 他怎么就那么会推理 推理 那已存在的基础是什么 读过《红楼梦》的朋友 应该记得 《红楼梦》里面 有一幅对联 上联是 世事动明皆学问 下来是 人情恋达纪文章 我觉得 波罗之所以推理 推得那么准 那么好 那么高 那么妙 就在于 他世事动明 人情恋达 他的那双慧眼 特别善于 动他人性 特别善于 动他人性的弱点 在大家所熟知的 推理小说 《明如和尚的惨案》 和《阳光下的罪恶》中 主人公 李内克和阿琳娜 都是美丽富有的上游人物 而他们 却都遭遇不幸被人谋杀 但侦探波罗 却对此表示 他早有遇到 那么 为什么两位美丽富有的 千金小姐 会成为被谋害的对象 波罗又为什么能够 很快查出事情的真相呢 我跟大家说 主要是因为 波罗看清了 这两个人的弱点 这两个人有什么弱点啊 这两个人的弱点就是 因为他们活得很优越 因为他们人很优秀 他就没有安全意识 就感觉不到危险存在于身边 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 这两个女人 有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咱先说这李内特 李内特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女人啊 第一 有钱 第二 有貌 大家想一想 女人 要是有了这两样东西 还差什么了 对于有些女人 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 长得漂亮 又非常有钱 这就足够了 这世界就是他的了 所以在小说里 在尼罗河草案这个小说里 就有这样的情节 李内特开着车在前边走 后面的那些个老虎大众 那些个穷人 就冲着他议论 议论什么呢 说这上帝啊 太不公正了 这么漂亮的女孩 是不应该有那么多钱的 这么富有的女孩 也是不应该这么漂亮的 怎么世界上好东西 全让他一个人占权了 心里不平衡 很不平衡 但是李内特 她却活在危险之中 而且她的危险 还不是从这些 从她心里不平衡的人中来的 从哪来的 从她的好友 杰吉那里来的 小说中的李内特 同时拥有美丽和金钱 这让她的生活 难免遇上麻烦 杰吉和李内特 是一样漂亮的小姐 但却穷得 几乎一无所有 杰吉深爱的男朋友西蒙 也是身无分文 杰吉只好向好友 李内特求助 希望能让西蒙 来帮助李内特 管理庄园 这田产管理人的职务 让李内特感觉很为难 但面对好友的求助 她表示可以见向西蒙 结果这一件坏了 怎么说这一件就坏了呢 李内特对接级的男友西蒙 一见钟情 按照小说的描写 西蒙是个什么形象呢 高挑的身材 棕色的头发 深蓝色的眼睛 脸上还有孩子般的 淳朴的微笑 一下子就打动了李内特 这个李内特呀 她又有钱又有帽 她身边应该是帅哥如云啊 她怎么会对一个 身无分文的 西蒙一见钟情呢 这好像不可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很好理解 大家记得那首歌吧 那首歌有这么两句歌词 看惯了许多山盟海誓的表演 忽然间想看看你 一往轻生的双眼 哪一点迷住了李内特呢 就是她的孩子般淳朴的微笑 因为李内特 她生活在上流社会 上流社会的男人 多半的油头滑脑 装腔做事 上流社会的男人 很少能找到 西蒙那种 孩子般的淳朴的微笑 这一下子就把这 李内特打动了 但是我要说 李内特就是李内特 她如果仅仅是 活动活动心眼 那么后面的故事 后面的悲剧 也就不会发生了 问题就在于 这李内特一见钟情之后 马上采取了第二步行动 亨刀夺爱 这跟东方女性就不一样了 大家想一想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林妹妹 应当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 最有个性的一个女孩了 但是她也干不出 亨刀夺爱的事啊 她也是跟宝姐姐 公平竞争贾宝玉 这就是东西方女性 她在文化观念上 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 这两个人行为是不一样的 什么差异啊 东方文化 讲究的是群体秩序 个人要服从集体 个人要服从社会的 而西方文化 主张的是个体诉求 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 所以呢 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 你很少看到哪个女性 她看到了哪个男人之后 产生了爱意 由这种爱意 再去产生横刀夺爱 这样一种行为 你找不到 几乎是找不到 但是在西方小说中 这样的女人 逼逼皆是 那么这林内特 她爱上了西梦 她是怎么横刀夺爱的 这很简单 她有钱 她可以利用一切 自己在物质上的优越条件 使西梦 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 一步一步地疏远 她原来的女友 另外 这个事情 最后 她的悲剧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木已成舟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 林内特跟西梦 经过闪电般的恋爱 结婚了 那几天窘死了 全新高洁丝卫生巾 四倍瞬息蓝条 吸收快四倍 全新高洁丝卫生巾 全新高洁丝卫生巾 怎么自由怎么来 自由自在 只要我爱 再来 高原之宝 毛牛奶 祝您 扎西德雷 高考风雨路 明师 伴你行 教辅选用 红对沟 学子高考 变轻松 红对沟教辅 新岛链 新浪潮 恒水 明师新作 好书 众允之路 爱心呵护 明师一号 学子 骑傲 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 Innate与西蒙婚后到处旅游 在途中遇到了侦探波罗 她理直气壮地 向波罗讲述了这段爱情的始末 并表示 西蒙和街际 没有结婚 因而 没有对她忠诚的义务 Innate横刀度爱 却从来没有任何歉意 这让波罗深感遗憾 她用圣经上的一句话 做了评价 你是一个妇人 可你把穷人仅有的一头羔羊 抢走了 波罗在侦办的另外一个案子 阳光下的罪恶 这个案子中有一个跟这尼内特非常相似的女人 叫阿琳娜 这阿琳娜呀 她比尼内特还多一样东西 尼内特是有钱 有貌 这阿琳娜呢 不光有钱 有貌 她还有一样东西 是什么 有名 她是个大明星 是个演员 粉丝无数 但是 波罗对她有一个评价 这个评价是什么呢 浅薄 愚蠢 放大 阿琳娜并不像 临内特这么自重 临内特毕竟是仅仅霸占了 一个西蒙 注意啊 我说这个霸占 为什么叫霸占呢 那个东西本来是人家的 她横刀都爱抢过去了 不是说七男八女那个霸占 而这阿琳娜 非常的放荡 她认为自己长得漂亮 认为自己有钱 认为自己有名 那么 在她的眼里 所有的男人 都是她的猎物 可是 波罗高 高在哪啊 波罗就高在 当别人都以为 这阿琳娜 在情长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波罗认为 阿琳娜 别的男人 你周围那些男人 是你的猎物 可你也是他们的猎物 并不是围着你周围的男人 都一定爱你 他们有些人 未必爱你 但可能打你的主意 打你什么主意呢 打你钱财方面的主意 你有钱呢 不爱你也假装爱你 最后谋财害命嘛 所以我说 这波罗啊 对人类的弱点 洞察得非常透彻 其实现实生活中啊 我们也应该注意一个现象 这种势力很多呀 一个富豪 他打拼的时候 他白手起家的时候 他很安全 一 是没有人惦记他 没有人打他的坏主意 二 他自己也非常警觉 非常的注意 非常的注意自己 应该怎么做人 那么他到了辉煌时期 他到了世界的巅峰时期 问题就出来了 不知所以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出在他自己身上 比如违法经营啊 偷税漏税啊 组织黑社会啊 把自己扔进去了 扔到监狱里去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问题出在别人身上 身边的人 打他的主意啊 有很多富豪 不就是莫名其妙地 被人杀死了吗 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 被人杀死啊 就是他对周围的人 没有防范意识 这个没有防范意识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太优越了 他太有钱了 别人跟他比 觉得多不如他 谁也没有能力 把他怎么样 他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 由此张望钊总结的 生活智慧是 生活中有些灾难 主要源于疏忽大意 源于对身边人的蔑视 而这蔑视恰恰来自 无与伦比的优越感 可能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 虽然活得惨淡 但很平安 可是到了人生最辉煌时期 却杀鸡似伏 险象还生 这个时候 如果自明得意不可一世 那么杀鸡必定要化作血腥 险象终究会变成灾祸 所以优越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那么作为一个胜利者 应当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呢 我觉得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在要想清这么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你的胜利是合理的胜利吗 或者说你占有的东西 是合理合法占有来的吗 如果是合理合法占有来的 那没有问题 如果是无理非法占有来的 那就危险 比如阳光下的罪恶里面的 那个阿琳娜 他占有了非常英俊潇洒的 雷德芬先生 但是他就没想一想 雷德芬先生 作为一个有妇之夫 他应该属于你吗 从法律上 从道义上 你占有这样一个男人 对吗 他没想 为什么没想 我太优越了 我长得漂亮 我有钱 我说他是我的 他就是我的 谁能把我怎么样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结果他就是被人谋杀了 因此 你拥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一想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是合理合法 占有的是好事 是无理非法占有的是坏事 第二 当你是一个胜利者的时候 当你想占有的这个东西 确实为你所占有 而还有其他的人 也想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想一想 你怎样对待其他人 你怎样对待那些失败者 咱们看一看这 优胜励胎 我跟大家说 人是生活在社会里 而不是生活在丛林中 胜利者必须有爱 胜利者对失败者 必须给予特殊的关爱 这个道理一说很简单 比如说大家在单位 你们竞争某个岗位 你想当科长 他也想当科长 你当上了 他没当上 你对那个没当上科长的人 你应该什么态度 你应该生起灵人吗 你应该不拿人家当回事吗 那显然不合适 对他们必须安慰 必须关爱 必须谦和 必须尊重 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道德要求 也是做人 做一个胜利者 最应该保持的风度 第三 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一个东西 它属于你了 它就一定是你的吗 比如 Linette 她确实是在法律上 占有了Simon 跟Simon结婚了 可是 这个男人真的是你的吗 不是 所以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不懂这个道理呢 他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了 表面是我的了 那就一定是我的了 永远是我的了 就犯些愚蠢的错误 Linette 被谋杀了 Alina 也被谋杀了 谁 是最有可能谋杀她的人 谁 对他们最终下了杀手呢 咱们下回再讲 谢谢 诗说栏目 我们下集团杀的犯罪事件 向神探界智慧系列 下集继续为您讲述 呼唤